这个封线上的组合 对 可兰去二号位 让阿卜都去打三号位 这边开场之后 这一攻 亚当斯第一下不传 这球为什么没有上篮呢 是 这边从上海飞的山洞 这球被犯规了 这球被阿卜都直接盖下来 开场啊 对柴长翼这个点 还是有所防备的 新疆这边 因为你现在就是 吉林队 亚当斯看看这个暂停过后 是不是自己来攻一攻 炮 炮 炮球 阿卜杀拉木 阿卜杀拉木这一点呢 其实是可以去打的 第二个 内线的斜防要更好 新疆队 这边还是打阿卜杀拉木这一点 吉林队现在比较好的 就是包括向上场打辽宁 他没有那么依赖外援 这球打得不错 阿球啊 这段时间暂停过后 其实吉林的防守强度下来了 对 多米尼克琼斯 这球被盖掉 多米尼克琼斯 这球传的也是太想当然了 描了半天了 是 靠一下 好球 阿卜杀拉木 这个我感觉已经是到了如火纯青的 他的节奏太好了 现在 好球啊 比比尚弄这球掩护做得很好啊 这球我们还又是阿卜杀拉木 阿卜杀拉木现在在篮筐附近完成的方式很多样啊 还是这球就是深深啊常弄给这个这球 再次给大家当刺 好球 真是阿卜杀拉木 阿卜杀拉木 好球 关键时刻 还是阿卜杀拉木啊 好球 阿卜杀拉木 连续两次三分球 没什么太大的包袱 这球阿卜杀拉木再次突破造成了大华伯的犯规 我觉得因为新疆队的问题 开发的七七八八了 不好追了 真不好追了 阿卜杀拉木 关键时刻啊 这个比较靠谱的 也就阿卜杀拉木和亚当斯了 现在因为 但是因为球